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杭州真的是美食黄菠吗 关于这件事啊 我问了问杭州的本地人 有的小门吧 还有的一些茶粉感还是比较好吃的 我喜欢吃清淡一些的葱包会 我在杭州生活六年 冬喝肉和那个虾仁 其实杭州本身还是那个历史文化比较丰富 每一道菜其实它后面还是一个故事的 是的 江浙菜品的美味不仅体现在口感上 更融入了浓厚的德华底蕴 那杭州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啊我就来到了 亚运会的媒体餐厅找找答案 谢谢 今天我们来吃杭帮菜 好多人啊现在 那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啊 用于接待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的用餐区啊 面积约一万平方米 设有餐位机两千座 那并且啊在餐单设计上也是相当的丰富 那餐厅设置了这个热餐区 冷餐和常温餐区 饮料区和民党区五个餐区 那我刚才拿到了一套餐盘 准备去打算了 那可以看到啊 这个餐盘非常的轻便且耐用 那刀叉啊都采用叫做PLA的材质 包括这个餐盘 饭都采用的是倒壳材质 历程打造一个无废的制度餐空间 那具体今天都会吃到哪些好吃的 跟着个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以上呢就一个好顶的梅干菜扣肉 这就是红康酸菜鱼 哇 这边还有烤羊排 我要一个牛腩面 我要剁驾肉 师傅 现在又来到咱们这个食堂的重点区 就是杭州风味 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 还有这个酸菜豆瓣 这个脆笋炒肉感觉不错 但我感觉是个下饭的一些菜 刚才我们就把所有我们想吃的东西全拿到了 看来这不仅有这个快餐啊 薰色汉堡啊 然后还有各种的杭豆的当地的美食 烤羊排 给大家听听蛋塔的声 再来一块现茄的牛排 还有这个骨猪蒸肉 这么大块的这个红烧牛肉面 再来一口这个现烤的羊排 肥嫩多汁 对 对 你喜欢的食材 在这里 我吃饭在媒体里面 很棒 有很多选择 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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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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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刚才就选了沙伦 因为我觉得这几天吃的比较多 我刚才看你还吃了两块羊排 那从洋运会的餐厅里看得出来 杭州真的有努力在为自己证明 我也越来越期待之后的菜单 那其实运动员和媒体工作者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透过品尝美食 感受到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 可以说呀 洋运村的自助餐 是美食与文化的完美结合 在这里 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交流和融合方式 最后 希望你不要在半夜刷到我这期节目 那还想看下去从哪些地方呢 快快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